柯文哲的透明廉政 整場鬧劇 為什麼會這樣講 柯文哲在上任的時候 那個時候講的震天煞想 覺得說我是最透明最廉政的人 改變藍綠 推倒藍綠的高牆 當時啊 跟所有台北市民訂了一個 柯文哲市府團隊與台北市民的約定 這講什麼 簡單講我們看第三點就好 最重要這一點 跟大家講說 市府政務首長的行程 一律登陸列館被查 下面一堆局所長全部都簽名喔 為什麼這事情重要 因為現在大家質疑一個點 這一段日子以來 剛才講的這三大案 柯文哲你在任的時候 你或者你的局所長 有沒有跟人家私下聊什麼 我們不知道的 我相信現在是剛剛當召集的 一定也想把這事情查清楚嘛 所以台北市林延峰 就去發了一個公文 給台北市政府說 欸你可不可以給我一下這個資料 在二零一九到二零二二年 這段時間啊 根據這一個公務員倫理的 這個規範啊 你自己訂的 這堆人柯文哲 彭震生 環珊珊 蔡秉坤 一堆人 有沒有跟誰 依照這個廉政規範 有登陸 你跟誰見面 你跟誰互動 拿出來給我看嘛 我們證明一下你跟誰互動啊 結果 居然台北市政府回文的結論 除了 幾個沒有這麼重要的 以外我剛才講的 這一堆人士是重要的事嗎 全部沒有登陸 所以證實這是變成這一場鬧劇啊 我哥 我要先那個跟大家深切反省一件事 就是呢 我本來以為這個事情我很震驚 我到剛剛我都還震驚 可是呢 我剛稍找跟幾個台北市議員 我們同黨的議員剛好有互動 他們在笑我 他說 不專停 你們真的就是新北市議員 你們不懂我們台北市 我們連任多屆的議員 他們還笑林彥鳳 林彥鳳的新議員也不知道 柯文哲第二屆的時候 已經沒有議員在質詢他連政規範 因為他們都知道 第一屆就破功了 第二屆我們還是 零星有問過 有嗎 零星 零星問 他會發現這答案的都是為國 所以該民進黨議員的 對我講的太直太武斷了 但這個笑話不是笑話 代表什麼意思 二零一四到二零一八 這一個連政規範已經被笑話了吧 這個連政規範已經當時被很多人說 不對你根本沒執行 可是現在 到幾個大案子跑出來之後 這變得重中之重啊 因為你這幾個案子你沒有執行 可是大家會問 那現在別人所出示的這些證據 到底算什麼 包含我還是要提一下 一個一個案子一個來講 第一個先講那個北市科的案子 北市科案子現在就關鍵的信 已經出來了嘛 現在很多人講說這叫一刀斃命 的證據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現在有個最關鍵的點是 到底 整個台北市政府 北市科案 給幾個那個所有約巡來的人當中 有沒有包含元大 這個元大重要點在於說 你除了找星光人壽來問他的意見以外 你有沒有找其他人說公司來問 如果沒有你只找星光 而最後 量身定做是為星光好 你這樣可能就有私相授受嘛 所以元大在這個案子當中是重中之重 還有一點因為元大在這個案子在他們的訪談紀錄裡面 元大是有表示意見的 什麼要不要一拆三類似那些 所以大家講那表示他一定有來嘛 那才會有表達這些意見 那到底有或沒有 因為這就我們講的台北2024鬼故事 對就是這一塊好鬼故事我就把他一起把他講完了 2020年11月3號的時候 北市府第一次寄信給元大人壽 誰記得 時任台北市的副秘書長林玉宏 他們的辦公室記得他的秘書記得 記的內容是講說 我們針對啊 北市科的這個案子啊 就是寫北投區啊 軟橋段就是北市科的案子 有招商案 那目前林副秘書長可以的時段如下 約時間嘛 最後問說 請問貴公司可以的時段 首先元大這時候沒有回信 隔了兩天 台北市政府再發第二次信給元大人壽 直接講說我們可以約 11月幾號 禮拜三這個時段或這個時段或這個時段 直接寫出來 時間講約一小時 結果元大人壽在隔天 11月6號正式回信 有一個關鍵的字我要請大家 我認為非常重音之重要看這個字 與內部長官討論後這句話 因本公司不參與後續投標 此次的訪談不參加敬請量查 關鍵是與內部長官討論後 這句話齁 就寫死了啦 不是說我隨便一個承辦人員講 不好意思喔 那個卓安婷有事姚惠誠有事我們不去 是長官討論完我們決定不去 代表元大已經經過評估 他們不參與這個案子 那現在問題來了 鬼故事來了 11月6號表達無投票意願 怎麼會12月16號 我跟你剛才講了 市府會議紀錄中 嚇得洋洋灑灑 元大人壽的意見 元大人壽幾個意見我簡單講 第一個 意見說哎呀這個地方啊 那個投資啊要投資很多金額啊 他的投報率不高 哦算出這個投報率不高 第二個講說 哎這三個地方啊應該把它拆成多案 一財三讓所有的人應該有投票意願 而這一些方向剛好都是後來 北市個案子爭議點的所在 也是後來星光得標的一個內容嘛 所以現在大家懷疑一個點 是不是台北市政府 把元大沒有講的話 塞到這個會議紀錄當中 而現在我覺得關鍵是林玉宏的講法 林玉宏很有趣喔 他不是一個已經退休的一個那個 江湖閃人已經不問世事 他是現在盧秀燕的副秘書長 結果到今天 昨天的媒體 平面媒體問他 台中市政府林玉宏副秘書長都說一句話 不回應 這個案子這麼簡單 林玉宏如果你是副秘書長 你當時主持會議元大人壽說話 你就跳出來講元大人壽不要說謊 當時我在場 結果他們現在只講兩點 第一點林玉宏講 我在台中市我不回應台北的事情 第二點 因一會議紀錄為主 所以這個林玉宏的回應會讓人家覺得 這背後真的有鬼嘛 好回來 那柯文哲現在要面對的檢視 除了剛才講的這個就是星光的這個 四北科案子 金華城當然也是啊 現在來了 你過去跟那個 神董們 就是私下的互動 會面 如果說假設你可以搞到你的所有廉政公約 講說應該要登錄沒有登錄 那也是怎麼來 結果現在鬼故事第二篇來了 現在這幾天有一個人出來充分的跟社會大眾坦承他的錯誤跟歉意 這個人叫張逸善 張逸善 當然我們等一下會聊了 就是寫這一個廉政公約 當時逸善哥幫忙幫忙幫忙寫 甚至說呢現在傳出在他會議當下 就是說私下會面是利用什麼批公文時間 他們在行程上面寫了一個叫批公文時間 那張逸善後來出來現身說法 說當時就是他們刻意寫 市長行程寫批公文時間 其實是給市長處理他私人事務 包含說你批公文是真的 看看書 休息 跟最重要的 見私下的人 所以從柯文哲 那見私下的人需要登錄嗎 要啊 依規定要啊可是現在很顯然沒有登錄啊 我至少沒有看到 跟臺北市民調的 沒有看到柯文哲 依照與臺北市民的約定 有做任何登錄嗎 那現在的結果就來了 那你今天 過去這幾年的時間 你跟大家講的透明連政 就是假的嘛 OK 四哥對你們來講的話 其實在所有的市議會會一直盯著 因為柯P公開透明是大家都知道 這已經是大家都已經背得出來 耳熟能響他的 對他人格特質非常重要的一塊 所以這一塊當這一段被大家拿出來的時候 真的會開始對他從人設開始產生很多一些的問號嗎 北市哥你現在是召集人 所以從到明天開會 所有的那些過程 包括剛剛講那些鬼故事 你還有什麼其他可以補充嗎 我覺得為什麼這個三個案子 引起這麼大的一個波瀾啊 就跟他過去所標榜的人設 清廉透明公開 基本上是剛好是兩個相反的 兩個是相反 就是說原來柯文哲當市長也搞出這些奇奇怪怪的 可能的出現的一些遺案 弊案等等 他記得他10年前他剛讓市長的時候 過去那五大弊案有沒有 打得瘋瘋瘋火火 好像每一件弊案的都是這個財團 拿刀叉吃人民的血汗 且吃人民的魚肉 這種感覺還很深刻 但是你當了市長這8年的期間 這幾個案子卻出現了一些糾纏不清 講不清楚的情況 等一下我剛才講林玉宏副秘書長的回應很怪嘛 另外有個人回應很怪 就是現在的民眾黨的發言人們 奇怪了 我們大家是拿你的廉政公會在檢視你 你在幹嘛 你說所有政府的人都要登錄 結果現在發現沒登錄 你就給個說法就好了嘛 跳出來講說 張藝燦你們在胡搞瞎搞 怎麼會只要跟柯文哲見面的人都有弊案 誰講有弊案 弊案這兩個字你自己講出來的 所以第一個奇怪 第二個 我覺得士堪哥對柯文哲要更有信心 我覺得柯文哲他永遠是從逆境中生存的人 你看他現在身量低成這樣 被黃國昌碾壓踩在腳下 對啊 這個以身量來講 這搞不好是柯文哲逆轉勝的一個關鍵 你看他出席對不對 士堂哥然後你們當召集委員 然後召委然後找他來 柯文哲來 然後殺爆你們這些國民黨跟民進黨的議員們 柯文哲重新變成是 戰神 加油柯文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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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